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翻看诚意早年国庆的动态,才发现网友对他的误解很深 诚意自走红以来,从综艺和各大采访中 给人的感觉都是那脸中带着先许修难 尤其是快本的慢半拍的耿直表现 更让人很难将他和俏皮、滑头这些词联系到一起 这样的性格,有人很是喜欢,有人却避之不及 时值国庆假期,诚意在发了一条庆国庆的微博后便仿佛顿引斑 粉丝不禁好奇,诚意国庆去干嘛了 于是有网友考古了诚意往年国庆的微博 却发现诚意显为人知的那一面 诚意似乎对于情有独钟,评论下方粉丝晒出他早前玩捕鱼游戏的照片 问道:"您又开始捕鱼了吗?" 他发文称:"只要心中有海,哪里都是马尔代夫?" 这句网络上颇为风行的俏皮话,从诚意嘴里说出,总感觉有点违和 仿佛他就该是低调的,害羞的,而不是这样的滑头 事实证明,网友对诚意的误解很深,他也是有着属于自己的俏皮一面的 诚意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一片草地 用海浪点缀了周身,营造出一种马尔代夫的既视感,可以说是很有趣了 时间再一转,再看2020年国庆的诚意 那时的他已经成功凭借流离走红,而那一年的国庆,他晒出的是自己在剧组的背景图 和往年不一样的是,他收获的不再是几千个评价,而是十多万的评价 足见人气已经翻番,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他的国庆是在剧组度过,也许这就是走红所要求的代价吧 考古了诚意往年国庆的微博,大家才发现他的另一面 有网友称,不看不知道,一看很想重新认识他 网友对诚意的误解太深了,觉得他就该视镜头前低调沉默,偶尔有点局促的模样 事实上在他的舒适区,他也是一位风趣可爱的人 他曾因上综艺搞不懂游戏规则被谩骂,大家吐曹奇蠢笨爱丽Flag之后又频频打脸 一场走红后综艺秀不仅没能涨粉还脱粉不少 角色让大家喜欢上他,综艺又让大家脱粉 事实上,真正的诚意有着节目上显为人知的那一面 他既可爱也有趣,既害羞也调皮 不过这些隐藏在节目效果之下的真实性格,需要你慢慢去发现